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美国商务部少数族裔经贸局南加分局 本月22日在洛杉矶举行了交流会 社会各界政要应邀参加 当晚出席活动的嘉宾 有加州各城市市长 美国商务部官员 印尼领事馆商务领事 企业家 格尔米提名音乐人士 以及美国网络红轮等敬拜余人 美国商务部少数主义经贸局 是1969年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倡议下成立的 该机构类属于美国联邦政府 致力于提升亚裔 拉丁裔和太平洋岛民在内的 少数主义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 美国商务部少数主义经贸局 目前在美有44个分局 今年的活动比举格 美国会员公司利用高科技技术 还进行了手机APP 全程现场直播 收看人数达5000以上 让全球对投资商务感兴趣者 都能同时从支持活动中获益 汉天威斯记者王明 罗杨基报导